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金正南在吉隆坡国际局场遇刺的案子的案情惊从程度是一天超过一天 案情进展到现在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是一直被认为是幕后主线的北韩到现在还是不认账 而且说这是南韩跟马来西亚接手起来要污蔑北韩 甚至说死的还不是金正南呢 至于马来西亚方面则自有一套因应的方法 他们一方面透过外交施压 一方面则每天泄露一些案情 来迫使北韩就范放人 当目前作案的人数超过十个人 而目前还在逃的七个人 全部都认定是北韩特工 甚至有人目前还留在北韩大使馆之内 北韩大使馆竟然成为了侧应跟指挥的基地 这是马来西亚政府所难以忍耐的 尤其行凶的地点选在国际机场 手段粗暴公开 让马来西亚政府想睁一眼闭一眼都办不到 这个事情显然是北韩利用跟马来西亚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因为北韩人民进入马国可以免签证落地入境 因此方便进出跟逃窜 这也是马来西亚这次地点之所以选定 而且能成功的因素 至于到目前外界所一直想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杀金正南 目前很多的情报显示杀金正南的计划早在六年前就开始实施 但过去都失败了 这次在马来西亚终于得逞 而原因很可能还是来自于金正恩他的疑心病 认为金正南将然必是一个心头大患 一定要怕去之而后快 今天晚上我们将有一连串的报道 首先我们看看案情之前到现在 十几天了发展如何 还有哪些疑点 以及我们知道了多少 十三号上午九点 金正南现身吉隆坡机场准备出境 先是抬头看了航班表 接着走向自助报道机 却不知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 日媒独家取得监视器画面 惺悚还原 遇害瞬间 一名女贤艾莎上前向她搭话 另一名越南女贤段士香 从背后捂住金正南的脸 同时抹上毒物 暗杀过程短短2点33秒 接着两人分头窜逃 装作不认识 监视器无所不在 段士香逃跑过程中被拍到 马国警方经过连日追查 终于取得关键性进展 首先段士香左手戴着黑手套 若真是恶作剧不知有毒 那何须手套 那何须手套 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剧 在金正南登场前早就启动 下手前45分钟 附近餐厅监视器拍到 两名女贤和四名北韩男子会合 领取毒物 之后他们就坐在这 伺机而动 之后金正南果真被吓夺 最后一段路他还挺得住 赶紧求助 随着警察脚步 他自行走下二楼的机场医护室 脚步看似稳健 内行人却看出不对劲 身子硬撑着不倒下 专家从金正南的动作 看得出来 这时他已经很不舒服 金医护士不久毒性发作 金正南失去意识 倒在椅子上 马国警方直接把矛头指向北韩 因为这四名北韩男子 案发前就出现在现场 紧盯下读过程 因为要是不成功 他们可能就是第二组刺客 在确定两女嫌犯 把别人抹上金正南的脸 案发后五十分钟 这四人马上临近 其中一人脸上还带着笑容 似乎对成果十分满意 马国警方掌握逃亡路线 这四人辗转经过印尼 杜拜 俄罗斯海生威 最后在17号反抵平壤 但线索可不能就这么断了 警方算算涉案人数至少11人 除了被逮的四名男女 逃回平壤的四男 还有一名北韩人下落不明 最后被警方点名的两人身份敏感 而且恐怕人就在眼前 这是美国的警察 美国的警察 这是美国的警察 这是美国的警察 美国的警察 对危险的地方正是最安全的地方 几天来 极度出面杠上马国政府的北韩大使馆 被证为涉有重险还窝藏嫌犯 尤锡指出 涉案的使馆二等秘书玄光成 和高丽航空职员金旭志 案发后就坐进使馆 而且玄光成极可能是主谋 负责策划安排 同时向大使报告进步 案子都查到大使馆了 北韩在案发后十天 官媒朝中社首度回应 痛批南韩和马国无耻勾结 金正南的死更是南韩的阴谋 但南韩不以为然 还提供金正南龙文刺青照 协助比对死者身份 所以如果是判断 这就必须要求金正南韩 金正南韩是谁 金正南韩大使江泽 大从案发第一天就到场 他先是要求不解剖 拒绝验尸结果 还要求领走北韩公民的遗体 遭马来西亚一口回绝 它已经7天 但没有明显的证明 三天后他再度面对媒体 批评马国调查有政治动机 暗示与南韩勾结 建议两国联合调查 同样遭到拒绝 而就在马国警方记者会后 江泽在22号高调发出声明 批评建调不公 小小大使三度直接杠上 友邦政府 明显违反外交领域 两国建交已有44年历史 马来西亚还是北韩人民 可唯一面签入境的友邦国家 如今因为今世王朝太子一条人命而撕破脸 谋杀案也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案发至今12天 马来西亚此番办案神速 随位指明就是北韩下的手 但绝对脱不了关系 下手的两位女嫌犯成了马国手中的王牌 谋杀命案最后会咬出谁 真的是金正恩吗 那也不让人意外 案情的侦办当然现在就环绕着 这两名最早落网的女共犯 你看她们像是北韩的特工吗 她们两位一位来自越南 一位来自印尼 年龄都不到30岁 成长背景很单纯 查不出受过什么北韩的特务训练 她们原先都在马来西亚的娱乐场所工作 因此一般相信 她们应该是被北韩的特工先接触 幼稚以金钱之后 给予一些训练或者欺骗 然后提供了一些器材 让她们执行刺杀的任务 然后就如情报术语中所说的 她们就变成了像壁虎的尾巴案一样 用完就丢 因为她们了解有限 而且带着她们一起逃亡 将成为很大的负担 也因此她们能够迅速地落网 我落网的速度这么快 恐怕也跟原先的预料有点出入 不管怎么样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握在 马来西亚警方的手中的 最重要两名的人证 还有一个更离奇的就是 他们使用的毒剂究竟什么 目前马国警方在金正南的脸上跟脸部 终于查出了是VX神经毒剂 它非常吃毒 在空气中可以几秒钟让你致命 而如果是一体的话 透过皮肤的感染 最快15分钟可以病命 而金正南应该当时就被脸上 抹上了这种液体 或者是一种油性的东西 但不一定外界百思不解的是 这两名女子如果用手去抹的话 她们自己怎么能够完全没事 今年业务报道传出 其中有一名后来有呕吐的反应 也许她们当时戴着手套 也许预先注射了一些解毒针 甚至她们吸收很快 但不管怎么样 这也成为整个案情 目前发展的另一个疑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究竟北韩的官方代表 那位每天开记者会的大使 他又究竟受案多少 而他自己每天的辩护 是不是也当初的计划当中的一项呢 他知不知道自己身边的情报人员 的特工干下了如此 惊天动地的大案 而他自己是不是也被蒙在鼓里 如今他不这样演出 他的下场会不会更惨 这个铺上去抹在金正男脸上的致命物 到底是什么 马来西亚警长重回吉隆坡机场 又公布了爆炸性答案 VX神经毒无臭无味 透过皮肤接触可快速阻断呼吸 致人于死 警方从金正男的眼睛与皮肤采样 交由国家级化验中心分析 确认是VX神经毒 更从断食箱涂抹毒物后 立刻冲去厕所洗手的踪击 断定这不是恶高影片 负责上前搭讪 印尼籍的爱莎 是在2月2号入境马来西亚 越南籍的断食箱 则在2月4号入境 马来西亚警方信誓旦旦说 两女在行凶前 已多次在卖场排练 而在幕后指使的大使馆 二等秘书玄光成 则早在去年9月20号 就从平壤派到马来西亚 他明目张胆到作案后 还曾外出用餐 NHK记者在使馆临近区 到韩国餐厅挨家挨户探寻 一开始大家的反应都是 我都不知道 大家要浸泡 最后终于在这一家餐厅问到了消息 他就问我 他在里面喝酒 我的天啊 什么事 老板说上周六货日 曾有一行5人来此用餐 其中一人正是44岁的玄光成 至于高丽航空职员37岁的金旭日 入境马来西亚的时间 是在1月29号 比两位女嫌犯早了几天 警方研判他负责交通与联系 甚至掌握金正男的航班资讯 机场第二团队四人能快速离境 就是他的安排 案发后高丽航空位在吉隆坡的办事处 已经人去楼空 这家北韩唯一的航空公司 目前只有三个固定国际航线 分别是平壤飞北京 沈阳以及海森威 吉隆坡是高丽航空飞最远的地方 但没有固定航班 神经剧毒又是如何进到马来西亚 更起人疑斗 那我们会去搜寻 那会是我们的搜寻 你认为他进入或进入 你不知道 我们会去搜寻 以大使馆为基地 高丽航空当内应 跨海行凶 外媒穷追不舍 不断追问二等秘书人在哪 大使馆向来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 拥有外交豁免权 二等秘书或许可因此避免被抓 但高丽航空职员 马国已发函大使馆把人交出来 安法12天 金正男的遗体至今仍停在医院太平间 警方周五证实 家属将在这两天抵达协助确认身份 也同步搜索其中一名嫌犯 吉隆坡住处附近公寓 里面查获化学液体与命案有关 马来西亚似乎有意把事件扩大 对北韩施压 毕竟在马国地盘 而且还是在国家门面的机场 闹出人命实在难以隐忍 更给了北韩大使江浙一张黄牌 警告他别再口出恶言 不然就刺他一张红牌 如果真被驱逐出境 江浙不止乌纱帽不保 更担心的恐怕是命也留不住 奥斯卡马上要颁奖了 今年的政治味道 保证是近年来最浓厚的一次 理由不外其他 美国正处于严重的分裂 而在白宫的那位总统 老早跟好莱坞看不顺眼 大明星能够忍住 不批评川普跟他的政策吗 很难 至于上台会说些什么 那就要看谁去领奖了 今年所入围的人有一大特色 就是很多是非白人演员 这跟去年是大不相同 而很多电影主题都跟族群 宽容跟爱有关 这也似乎印证的 目前社会上所竞争激烈的一些 主流价值 究竟他们的意义是在哪里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 光是这些非白人演员 在男女配角这一项 就多达五个人 可以知道好莱坞试图扭转去年那种 所谓的纯白人色彩 而有一部电影跟他的演员 尤其值得我们的关注 那就是影帝单走华盛顿 他自己出资四早四眼的 黎巴内的风暴 这部电影他过去演过舞台剧 如今又迟疑地把它搬上大一幕 理由是他对于这个主题太感动了 而这部演技他也是演得好得不得了 在里面不仅感情充沛 而且演出动人 很多认为六十二岁 他渴望因此而得到他人生的 第三座奥斯卡金像奖 不过今天有一位黑马 跟他争夺影帝 这是您看到的这位年轻人 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凯西艾弗雷克 他的哥哥就是班艾弗雷克 不显然他的演技 跟他的哥哥不相上架 他也是近年黑马 因此单走华盛顿 能不能够再登他人生的高峰 看来是一场激战 一名非洲裔男孩 历经人生成长三阶段 艰苦地追寻自我 故事横跨二十年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是2017奥斯卡最佳影片大热门 三名黑人女性 担任NASA的处学家与工程师 协助将第一位美国人 送上太空轨道 传奇的真人实事 关键少数 同样赢得最佳影片 与最佳女配角提名 一段刻骨铭心的黑白恋情 在1960年代的美国 不但不被祝福 也被法律禁止 相爱的两人历经磨难 终于战胜一切 干人肺腑的情节 让女主角大放异彩 过去两年 奥斯卡角被批评太白 今年却有三部电影 角逐最佳影片 及六名黑人演员 入围创下历年记录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他 你都在门上的门 我把你放在门上 我给你把我把我袋子 我给你把我泡泡 我没有泡泡 我没有花泡泡 已有一座奥斯卡影地的 单走华盛顿 把2010年获奖的舞台剧 搬上大一幕 自导自演 他饰演昔日的黑人 联盟球员 退休后开垃圾车 维生努力维持生计 却也同时得面临 社会对种族的 质疑与困境 为了忠实呈现五六零年代 黑人的生活实况 单阻华盛顿 特别选择钢铁之都 匹兹堡的老旧飞翼社区 作为拍摄地点 这是一个洛泡泡的故事 我希望在洛泡泡 我从人们的故事 都帮助拍摄电影 注重细节是单左奉行的表演哲学 电影中主角的家 原本是移动空屋 室内各项摆设 包括家具 装潢 及墙壁挂的照片 都是根据单左对儿时的老家记忆 原封不动打造 我帮你去选择 这是室内室 这是室内室 你把神祖宫的照片看起来吗 60年代 这是在每个 美国家的房子 你知道我必须在那里 你知道我必须在那里 不仅发生的背景 让单左宛如重返童年 他更像在演自己的故事 尤其是紧张的父子关系 女主角鼓励儿子在职业运动 寻找一片天 也和单左的母亲不谋而合 主秀新闻的单左 在大学对演戏产生兴趣 在那个年代 黑人出头的机会并不多 尤其是白人为主的好莱坞 你会成为重运 你会有肩膀 你会有肩膀 但最主要的 Bobby 最主要的 我的黄色的朋友 最主要的 你会白 他先从电视剧出发 慢慢磨演技 1989年 南北战争电影光荣战役 单左饰演黑人士兵 精湛的表演 勇夺奥斯卡最佳蓝配角 11年后在电影震撼教育演技 更上一层楼 你会有今天 今天就只能试试我 谁和谁 你会做的 你听我吗 我听你 我的男人 他摇身一变 成为涉毒的暗黑警察 跳脱以往正面形象的 角色与演出 成为奥斯卡史上 第二位黑人影帝 你知不知道 我当学生 第一次开始成为演战役 他们问我们每个人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我说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演战役 首位黑人影帝诞生于60年代 40多年之后 单左华盛顿拿下影帝 轰动程度可想而知 但他登上大萤幕前 挫折其实接踵而至 曾以过来人的心境 鼓励毕业生 父亲教会牧师的家庭背景 让信仰成了他的力量 让他一次次克服难关 单左华盛顿甚至认为 演绎工作是他传福音的方式 我母亲一直说 人们给了赠金 神给了赠金 你每天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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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湛的演技 已率先让他在演员工会角 夺下最佳男主角 成为2017奥斯卡哭声最高的影帝 距离上回拿下奥斯卡影帝已14年 言谈之中单左渴望再下一城 更希望借由电影让白人更理解黑人 实践他传福音的任务 谈到分裂的美国23号 又有一个全美的最新民调发布 这里面川普总统的施政满意度更低了 只有38% 但是在共和党这一内为他叫好的人 多达83% 在民主党这一内只有5% 你可以看到两边分歧如此之大 难怪他的幕僚在群众大会上 向大家几乎这场改造美国的战火 决定要每天激烈地打下去 而他们会努力地去改变美国的官僚体系 重新缔造一个新的美国的国族经济 而这个所谓的国族经济 就是所谓的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当然川普每天也开始利用各种的方式 向民众宣扬他的新政策 这难免有时候信口开河 上个礼拜他就有一个信口开河的例子 竟然扯到了北欧的瑞典 我们来看看这信口开河究竟最后的真实程度如何 而又代表了川普什么样的一种新策略呢 全美大城 纽约 华府与芝加哥 2月20号的美国总统日 同步上演示威 主题都是川普不是我的总统 这一天正值他就值满月 早知道会被抗议 川普在抗议前就跑到佛州取暖 这场支持者的活动 搞得好像仍在竞选造势 川普刻意不打领带 还带着太太梅兰尼亚一同出席 川普总统的总统 川普总统的总统 他特别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辩护 但就在这个议题上 他又出包了 画说的生死历劫 但瑞典前一晚到底怎么了 被他点名的三个地点去年都发生恐攻 唯有瑞典让众人一头雾水 前首相比尔18号更在推特酸问 瑞典恐怖攻击 他磕了什么 19号下午1点 川普在推特上解释 我所说的是参考福斯新闻 一则关于瑞典移民的故事 瑞典驻美大使也在不到 两小时后推特回应 期待告知美国瑞典的移民政策 这就更让大家好奇 川普参考的新闻 究竟是播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 名为Tucker Carson Tonight的访谈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 17号的主题是 美国可从瑞典难民危机学到什么 请来一位媒体人当来宾 这位犹太裔的美国人去年走访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北交易处叫做 林克比的穆斯林移民社区 这里常见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在街道行走 年轻的男性穆斯林乍看 并不容易分辨 有的访访者十分感谢瑞典政府 对他们的照顾 政府有足够的移民人吗 对 全部都足够的 这里是一个好的世界 对 生活是好处的 这里是好处的 这里是好处的 他们给了我很多 他们给了我家庭 我给了我的学校 也因此瑞典成了难民的首选之一 但大批外来人口的到来 除了文化差异 还伴随着治安冲击 你能看到大批外来人口的到来 大批外来人口的到来 除了文化差异 圣地演唱会 今年甚至传出 有女性观众 遭穆斯林移民 包围性侵的事故 过去两年 有数多年少女 有数多年少女 在这些节目的节目 都被选择在这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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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少女 遍中形容 瑞典犯罪与性侵冲天 与川普之前同批 墨西哥非法移民为性侵犯 宛如隔海相呼应 有女人在这里 可以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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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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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要吗 这是我们的文化 如果你来到瑞典 当然每个地方都会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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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女性会感到威胁 就连媒体拍摄也会感到敌意 去年3月CBS的记者 曾在此被殴打 这一次阿米的走访 还碰到有人抢抢器材的状况 为什么要拍摄这些问题 我不想拍摄 让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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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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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中甚至强调 目前瑞典官方的犯罪统计 拿掉了种毒背景 是刻意粉饰太平 如此负面的报道正对川普胃口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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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犯罪统计 美国的犯罪统计 她的昨晚 指的应该是她看电视的时间 原来一天到晚 骂媒体的川普 还成天盯着电视看 只是她刻意把难民和恐攻连结 在国际间闹出个大笑话 让瑞典躺着野中枪 有一句话 此时送给川普或许正刚好 就是饭可以乱吃 但话可绝对不能乱说